大家好 我是丹尼 今天的主题是奇拉蒂娜原始之力BUFF了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 好那目前还是高捷魔赛事 想必大家想要了解很强势的角色 那今天我们就来介绍奇拉蒂娜吧 奇拉蒂娜在第12季原始之力改动之后 伤害量是提升了 所以不论是飞行系的伯克机师 或者兵系的阿罗阿九尾都会蛮怕奇拉蒂娜的 也是因为如此 然后趁这个机会我们也顺便回顾一下 两年半前原始之力第一次改动的时候 玩家可以注意到 它原本的伤害是75跟目前的阎崩是相同的 不过它是两阶的BUFF 当然要跟现在比的话还是比不上 毕竟目前改成60点伤害 然后各一阶的BUFF 虽然离最早期的原始之力还有一段差距 但就目前高结盟对战环境上来说 已经受到不小影响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奇拉蒂娜原始之力BUFF伤害之后 到底能够打出怎样的对战吧 好那今天是由续成再次来投稿 不过它好像开YouTube频道了 改名叫做新成 所以玩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能够订阅它的频道 可以从下方的资讯栏点击连结 支持一下准备萌芽的小YouTuber 那玩家如果想要投稿的话 也可以点击资讯栏就有网址可以参考一下 好那我们准备进入今天的第一场 那我们新成玩家的话 首先它是使用烈剑英第一只 奇拉蒂娜在第二顺位 那比较稀奇的是有看到毒灶龙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第一场的对战 烈剑英首场的话是一个逆风 首先看我们看到的是 暗影爪的奇拉蒂娜 那目前环境中有可能会配原始之力 所以这边烈剑英要稍微小心一点 不过新成玩家这边是没有开盾啦 看一下的伤害是龙爪还好 他这边打算一个打带跑了 用猛攻直接下去了 看到鬼龙奇拉蒂娜直接用猛攻算是一个 比较不拖时间的一个打法啦 那我顺利的逼到盾之后 毒灶龙上来 此时对手上的是胖田尼啊 是带着新招式 妖精之风的胖田尼 在续气表现非常好 那胖田尼的大招里面 他有吸取之吻 能量球 喷射火焰跟吸闹 那看一下他这边出招的是 哦是吸闹出来 那毒灶龙本身是毒跟龙 所以是凭上妖精系招式 不过很可惜 今天新招玩家并没有带垃圾射击啊 不然一下下去 这个胖田尼可是要下场 所以只能选择水流位 刚好对手又没开盾 哇非常可惜 那对手的胖田尼持续的出招 再次吸闹 刚好收掉了毒灶龙 不过我们第一只的角色 猎尖火系 是有抗衡到这个胖田尼的 因为他另外两招顶多就是 能量球跟喷射火焰 在打猎射火焰 在打猎射火焰 都是减上 所以这边可以稍微练功一下 不过现在玩家是挡招了 是挡了一个喷射火焰 然后目前集到了127样杖之后 使用蓄能宴席 收掉残血的胖田尼 那目前的优点就在于 假如在一个烧劲 就可以放妖王猛弓 就算他的奇拉蒂娜再次上来 我们还是可以耗他的血 好奇拉蒂娜再次上来了 不过他快速的出招 这边应该还是龙爪啦 龙爪是可以不掉猎剑银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放一个妖王猛弓 切奇拉蒂娜 然后保留猎剑银的血量 等一下可以切脚挡招用 好奇拉蒂娜下去之后 对手的奇拉蒂娜残血 但是我们奇拉蒂娜上来之后 对手最后角色 哇这一个龙妖妖阵啊 最后一支是带着沙娇的九尾 这一场有点难玩啊 不过我们今天原始直地buff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打兵系的九尾伤害量 嗯 好像三分之一 不算太高 也不算太低 有点尴尬的感觉 而且放完之后 并没有buff到 所以他的沙娇还是有点痛啊 一个新生玩家这边是开盾了 挡了一个气象球 然后这边看起来是打算骗个盾 使用龙爪 毕竟对方还有一盾 OK龙爪下去之后 对方的九尾是挡招了 哇这一场要拉回来 原始直地再次下去之后 能否收掉九尾呢 但最后我们还是被杀娇多点了一下 所以血量上伤一滴啊 看起来是没救了 目前也没气了 对其拉蒂娜残血 帮我们收掉 最后列精上来 也没有办法挣扎了 哇非常可惜啊 这一场刚好对手是一个 完全压制的阵型啊 毕竟列精的烧劲在打龙是减伤的 没有办法压迫到其拉蒂娜 后面两只角色 今天如果带垃圾射击 可能这一场就不太一样了 非常可惜 好我们进入下一场 这场又看到龙系啊 这次是快龙 快龙在获得满力之后 确实使用的频率上来说是增加了不少 那列精这边 新生玩家是打算来一个炫焰玺 并不是勇猛攻啊 那这边不挡招 对方是用一个龙爪扛得住 然后炫焰玺下去之后 其实剩下的血量跟他硬拼 你还是出不了招 会被龙系给点下去 这边出弹招肯定还是要换脚 不过硬起来的是有逼到盾啊 然后接下来独掌龙上来 想要跟他硬拼一个小招 但是快龙出招数还是非常快 所以逼到我们是开盾的 不过清新的是刚刚炫焰玺 是有逼到盾的 所以这边是一个平盾的战局而已 然后接下来对手上卡比兽上来 暗影版本的 卡比兽我们一下下去就打不死他了 但是先看一下 我们这边很真诚的 直接了一个鼠修的逆灵下去之后 卡比兽 喷了一半左右 并不算特别痛 卡比兽这边太三阿定 我们不挡招 这时候逼出卡比兽还算不错 至少有消磨到他的血量 等一下其他地纳 至少不会被练功练太阻 好这时候水流尾 直接要打费这只卡比兽了 所以下去对手也没保 卡比兽直接下场 看来独找有做到一个缓冲的战局 残血对方萨拉普拉斯 直接两下兵力练功 那这时候也有点尴尬了 因为其他地纳也是怕兵的 但只能切其他地纳 因为列剑上并不是特别多 这边对手只要不用光束的时候 现在玩家是切脚挡招成功了 看一下是不是兵中光束哦 真的是兵中光束这边赚到了 OK 这样就有反击的空间了 那如果这时候能够buff的话 但是最理想的 但是10%的几率还是有点低 原始之一下去之后 对手的拉普拉斯觉得伤害量还好 但是我们这边也没buff到 此时的话就想要跟他硬拼了 使用龙爪就好 毕竟对方还有一盾 如果使用原始之一被挡住 能量上消化太多就不好了 好对方的拉普拉斯 再次挡了个招式之后 快龙再次上来 结果被我们练功练下去了 根本不知道要上来干嘛 那目前上来盾 是否要开盾呢 还是开了 不知道暗影爪 有没有办法直接把拉普拉斯给K下去啊 好这边使用了一个暗影爪之后 使用龙爪出去 不要让对手多补个小招 龙爪下去 对手挡招 接下来要看谁先出招了 刚刚好我们龙爪是先出来了 刚刚那个挡招 价值连城啊 应用光束直接耗掉全部的能量啊 导致对手拉普拉斯最后没有办法挣扎 还是输给了非常坦的奇拉蒂娜了 OK那我们进入下一场 这场再次看到快龙 快龙很多啊 刚刚对手是挡了一个训言宴席 其实因为他们使用暗影版本快龙啊 导致他们的坦度是欠佳的 所以他们不能冒险去吃你的游王猛攻 然后对手的快龙是率先使用一个龙爪出来 同样的打法就是 像是一个训言宴席 宴席下去之后 对方很抖 依旧是开盾了 那独兆龙上来再次缓冲 不知道这一次对手后面的角色会是什么 看起来大家的打法都差不多 就是挡个招式 然后出个龙爪压破独兆龙的盾 然后再换角 哦这场看到的是泥巴鱼 泥巴鱼面对到独兆龙 当然的在属性上来说泥巴鱼是占优势的 不过其实独兆龙会水流位 水流位在打地面是真伤 但是因为独兆龙本身不是水系的关系 没有属修 伤害量真的是欠佳 所以下下去其实打泥巴鱼就有四分之一左右 好这边竟然耗血之后 看能不能够让等一下猎坚英上来练攻 是最理想 但是依照目前猎坚英的血量的话 可能是一个炎崩就会下场 对方也是急得蛮多气的 好此时对方一个大伤害地震 直接收掉属灶龙了 那这边 如果防止他出灶的话 但是其他蒂娜上来比较好 威力剑英其实也没太多气量 上来顶多就是被练攻了 好其他蒂娜上来 对方的枪上有点满 结果又是地震出来 哇其他蒂娜有点痛啊 剩下半血左右 然后拿泥巴鱼练攻 剩一个龙爪 但是龙爪K缸是减伤的 能不能够收掉泥巴鱼呢 噢刚刚好 枪上是有点低啊 没有算到极致啊 OK对方的快龙还在 但是我们龙爪 伤害量不错 游戏玩家这边是 又按了几个暗影爪之后 龙爪直接出去 完全没有在贪心的 要收掉快龙 噢对手快龙既然挡招之后 也没放到招式啊 这个挡招没有太大意 而他最后角色竟然是毒刺水母 毒刺水母本身就是 毒跟水系的招式 在打其他人家减伤的 但是目前我们血量上有点低啊 看起来新生玩家又是要来个漂亮的切角啊 不然这一场应该就要结束了 好再一次龙爪出去 毒刺水母到底该怎么打其他地娜呢 目前优势在于我们还有一盾 而地下不挡 哦有可能是堵他是双一炸弹啊 啊真的是双一炸弹 对手如果来一个热水 这一场就结束了 好这边 可以看到烈仙上来了 竟然有办法放到炫焰血啊 不错 那这边的话至少逼到一点血量 而且让其他地娜 这个防御下降的状况取消了 目前还有一盾 也不用太怕他的那个 热水会打到我们 加上他的毒疾在打其他地娜 杀害量极低 所以这边我们要稳稳的出了招式 就可以拿下他了 算是一个团队合作的配合啊 算是一开始猎劲是逆风 但是有必要盾 然后毒躁龙 也是输给尼巴宇 但是最后其他地娜 哦等一下啊 这一场竟然平手结束啊 本来想说会获胜 但是最终 其他地娜血量上还是有点少 加上双一战弹降防 还是被点下去了 本来想说稳超胜算啊 非常可惜啊 好我们就下一场 这一场是逆风啊 看到胖嘟嘟 胖嘟嘟打猎剑银 胖嘟嘟绝对优势啊 只是看他到底要暗影球 还是要使用 胖魔光线 好这边先上玩家 别没有挡招 好胖魔光线先叫我们攻击力啊 防止我们杀害量直接暴冲一下 好对方的 霍布山形势都补到的 此时用龙下去 对手胖嘟嘟只喷了一半 好其他地娜上来了 这边上其他地娜的话 有逼出阿罗阿的九位 又会是一只后面妖精系的 如果他后面再一只妖精系 可能独爪是撑不住的 好这边原始之力下去 理想的话是 哦这边攻击防御上升一阶了 现在目前只上升一阶 坦度是比起之前还要差一点点 但是还不错啊 好我们再原始之力 再拼一个buff 哦结果对手放弃了 他直接果断的放弃他的九位 那新玩家这边是硬保了 这边硬要抢回顺位啊 如果他最后一只妖精系 他这边没有保救 也是满亏的啦 哦结果啊 最后一只真的不是妖精系 是头金混混啊 毕竟头金混混本身是有抗暗影抓的 所以我们现在buff之后 他是有抗星去对抗 可能比较好 不过缺点就在于 头金混混的小招双倍奉还 在打起来等下是减伤的 所以他还是得靠大招 这边他大招没出来就喷了半血啊 说实在还蛮亏的 好此时没有办法再出招 对手也帮我们的气氧上算到极致 然后应该会是欺诈直接出来了 那接下来的话 烈尖上来 用飞行器打格斗 此时头金混的攻击还没上升 所以欺诈打不死烈尖 所以等下毒灶龙就要打胖嘟嘟 那因为如果让头金混狙打下去的话 可能烈尖会有危险 所以快速的使用炫焰型 收掉头金混目前 他还有两盾 哦结果他开盾了 那就双方各身一盾 之后胖嘟嘟上来直接出招 那现在玩家这边本来想要切毒爪龙 但是没切到 那烈尖就直接下场了 非常可惜 如果切到的话 等一下还可以切脚 让朋友光线的效果给取消 不过目前毒爪龙血量上是满的啦 而且毒系本身抗格斗 所以在面对到头金混的时候 并没有到太大的压力 所以这边直接融为 想要把胖嘟嘟摆下去 但是胖嘟嘟就残血出大招 又是胖胖光线 但是胖胖光线的杀量真的太低了 他就算叫我们那么多攻击之后 这头金混混也没有办法赢 其实他刚刚应该要选择暗影球直接来 至少会比较有机会啦 那导致这个头金混混其实有一盾也没救了 胖嘟嘟那边操作 确实有点不太好 OK那我们进入下一场 来看一下下一场的对手 又有石头金混混 但是这场就是顺风了 终于来一个顺风局了 那头金混混打烈剑影 不知道为什么对手不换脚 可能是后面有一只怕烈剑影 基本上你看到对方是逆风 你就可以猜测一下 后面应该是怕烈剑影的 所以你是不是要中途来一个切脚 保留烈剑影是蛮关键的 OK看到 新生玩家是直接 果断的用妖魔攻 完全是没有在脱戏的 那对手也没当 他应该想说我们是一个顺风 炫烈剑影会继续练功 所以殊不知 我们直接把他请下去 那为了让防御下降的情况取消 让其他定下上来 但是对方是上阿罗阿九位 当然的这边就变成一个逆风 但是至少我们保留住了烈剑影 等一下说如果是一个双腰阵的话 烈剑影还可以使用 好持续的使用原始之力 像有原始之力 伤害量提升之后 面对到九位或伯克吉斯 相对是比较安全的 可以看到 这边对方的九位也是剩下残废的状况了 但是很可惜还是被对方给点下去了 接下来对方的九位至少有办法放一招 那我们会选择谁上来呢 目前还有盾阿 选择猎剑影 是会开个盾 然后 偷一个烧劲 其实还OK啦 那对手最后角色 结果不是我们猜的妖精阿 有时候看到妖精系在第二支 你就会想说做一支说不定又妖精 这样的打法是比较简单阿 但是对手不是 他做一支是胖嘟嘟 胖嘟嘟的话 相对比较轻松阿 因为我们最后一支是毒枣龙 龙系本身抗水 所以他只能选择暗影球 那这边我们猎剑影 就尽量的去消磨他的盾跟血量就好了 最后交给毒枣龙就可以拿下 OK 那对手的胖嘟嘟 持续的挣扎 这边已经大势已定了 有武功下去逼迫到对手开盾了 那这边毒枣龙上来 一发逆拧就可以收尾了 而且双方在小招部分都是3T的关系 所以对方胖嘟嘟出招 一定会让我们多补一个小招 伤害量就可以更足一点 OK 毒枣龙的血量再吃一个暗影球 可能会有点危险 但是对方胖嘟嘟来不及出招 快速的逆拧下去 胖嘟嘟的弹度还是非常好啊 他残血再出大招 暗影球再次出来之后 毒枣龙残血把他拿下了 刚是他出招的关系啦 所以多补到那个龙尾 那我们没下去的时候 龙尾就可以再把他摆下去 好了我们就下一场 这场看到电蜘蛛啦 电蜘蛛跟烈剑影打 电蜘蛛比较占优啦 因为他有机会用猛铺去骗你盾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我们切度中 上来的时候对方上坚果雅铃 坚果雅铃本身草息抗水 然后刚系抗龙 所以这边打他是有点辛苦的 但是他的草息招式打我们是双抗嘛 所以他只能选择 伤害量比较低的近光射击 近光射击有效果 但是他没有发动到 那拎下去之后 可以看到伤害量极低 但没关系的 这边算是一个缓冲啦 理想上来说是让奇亚蒂娜打电蜘蛛会比较好 但是要想起顺位的话 逆铃就要再打到一发才有机会啊 喔他这边降到我们攻击力 更难打啦 尖寡击其实高杰猛的实力是不错啦 只是环境所致啦 所以出场机率也是比较低 再次逆铃 对方是没有挡的 这边开盾是有机会的 逆铃可以看到近光射击几乎没有太多伤害啊 他这个伤害量至少可能还要再打个三发吧 所以独招王打尖寡击 并没有到太弱势 目前看起来 虽然在属性上来说 对方尖寡击已经占优势 但是招式的基础数据 尖寡击是比较弱势的 好水流尾下去 这边就是要来逼尼盾了 流尾下去之后 对方竟然没有保住他的尖寡击 因为其实猎剑跟电蜘蛛打算是很微妙啦 所以他不打算矫盾 打算要留给后面的电蜘蛛使用 然后这边残血再出一招 虽然攻击下降了 但是可以稍微的模拟了血 本身是抗电又抗虫啊 所以换是一个绝对的压制 所以他这边并没有抢取顺位 虽然是想说是要打猎剑用的 但是顺位上输了 这边我们就可以绝对压制他 好这换一个萌扑降我们攻击力之后 接下来就是一个练功时间了 今天的阵型上来说 看到电蜘蛛就有点ABB的感觉了 因为后面两只都有压制到他 好对手换脚了 最后一只角色是胖嘟嘟上来 那这边的话 纯粹的就让其他蒂娜的效果 攻击力下降取效 烈剑营就是磨损掉这只胖嘟嘟就好了 如果你最会折电蜘蛛完全被其他蒂娜压制 那我们这边也不需要保烈剑营了 假如稍微的磨损你的盾或者磨损你的血 其他蒂娜再上来收尾 其实这一场就结束了 而且这一件厉害的地方在于 你就算水系上来 其实勇猛弓一下下去还是很痛 那现在玩家这边并没有使用勇猛弓 直接用一个训言烟剑骗盾 哇对方压力很大咯 目前是一顿的优势 哇一个骗盾让我们的优势更大 这时候一定会开盾 然后勇猛弓直接压迫你最后一顿 其他蒂娜就可以上来轻轻松松的收割了 此时裂剑因大功告成 因为放勇猛弓弓之后 防御会下降 剩下血量会被她的货不担心直接点掉 所以其他蒂娜直接上来 此时其他蒂娜一上来 快速的龙爪连发 原始之力获得攻击上升之后 让其他蒂娜更多的带原始之力一个契机 那如果你获得原始之力之后 还可以打虫 刚好电蜘蛛也被压制到 所以攻击力上升一个招式之后 其实对一个角色来说 原本你可能配招是龙爪加上影子偷袭 原始之力算是赌克心态才会去配置 但是反而现在大多数的人都会带原始之力 因为攻击上升又有机会凭到buff 何乐而不为呢 好这边对方想要拖时间 但是电蜘蛛也没剩下多少血量 最后胖嘟嘟再次上来 直接用一个龙爪帮你收掉 完全是不打算让你撑到最后 好那这一场就看着原始之力的奇阿蒂娜 狂用龙爪结束了 畢竟龙爪还是很好用啦 35点能量 爱因爪 5下一发 非常快 好我们就用下一场 这一场再次看到胖嘟嘟 胖嘟嘟打猎剑 主要是猎剑有时候比较尴尬 就是他的小招烧劲 如果打不出伤害啊 你只能靠游泳猛攻一下又打不死对手 但是至少有办法去压迫啦 那对方这时候也是选择 碰过光线先降我们的攻击力 好现在玩家是快速的使用游泳猛攻 但是他直接用游泳猛攻 导致对方有偷到一个货不担心 其实烧劲可以按一下 相对的他只会偷到一踢啊 好那对方爱因球 直接砸到了独爪龙的脸上 那他换角我换上了是关都地区的臭臭泥 因为我们这边有看到 他并没有二系 关都地区的臭臭泥比较少人在用 因为毕竟如果你在超级萌 打的话 比较常看到超约力系 或者是幽灵系的角色 没有二系就比较吃力一点点 那普通的臭臭泥 我觉得是有雷电拳可以用 在属性的打点方面的话 你可以打飞行或水 不过也要看目前的环境中 那两个属性是不是那么多 好这边独爪龙 直接收掉了臭臭泥 这边切脚令人不解 那我们适时的把顺位给赚回来了 好我们让其他定娜上来 对手胖都血量上有点低 因为他刚刚并没有挡住游王猛攻 所以他还有两盾 但是此时我们的其他定娜 就可以按一爪这一把抓下去 那他从一泡沫光线之后换角了 结果左右角色 是九尾上来 那这场要结束了 因为毕竟我们的烈尖还在 这场其实匪夷所思的是 对方为什么切臭臭你上来 不是切九尾 因为其实他切九尾的话 一定有办法压制毒罩了 那这样的话顺位上来说 胖嘟嘟还是能够打到烈尖 当然的 他最后的臭臭你还是打不赢其他定娜 只是 如果他配置了阿罗阿版本的话 他获胜这一场应该是没有问题 好这时候 烈尖下场了 其他定娜上来 那此时我们原始之一要连发啦 只是要收掉这九尾 那最后再收掉残血的胖嘟嘟 游戏就结束了 好对方的九尾出招 挡下 原始之一下去 阿英爪收掉胖嘟嘟 其实原始之力的其他定娜 确实杀伤力上来说很够啦 那比较常看到的九尾或者是波克基斯 他都能够用原始之力打 算是还不错 好那这一场就收下了 然后来做一下总结吧 我们今天看到其他定娜别种形态的 原始之力攻击是上升的 不过跟之前比起来 还是绿有段差距啦 之前的伤害量或者是他buff的程度 实在是太恶心了 所以在第一季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说 我们在打高结盟就是一个赌buff的心态 但是他目前环境上已经稍微有点变动了 原始之力跟之前的版本来说还是有一段落差 不过论现在的环境上来说 已经帮其他蒂娜提升了不少的能力了 那他在打九尾啊 或者是波克基斯 以及虫系的电蜘蛛 都更加管用 所以玩家如果喜欢这么强势的其他蒂娜的话 不妨可以在高结盟尝试看看 那么最后的话 我们要再次感谢新陈玩家 提供精彩对战影片给玩家们当作参考咯 如果你想要追踪他的YouTube频道的话 也可以从资讯栏点击订阅咯 那么我们就下部影片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